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满足愉悦进而糖成瘾恶性循环 国外有些研究是说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戒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可能连续三天就是都不要碰含有金质糖的东西 这样子比较容易可能戒断这个一个糖上瘾的状况 营养师建议一般成人体重六十公斤 以总热量两千大卡计算 最好是一天摄取百分之五的金质糖为上限 也就是二十五公克 如果以一杯大杯七百cc全糖乌龙茶 含糖量约五十七点四公克 喝一杯就超过每日上限一倍之多 如果你真的很想选一线像是芋圆或珍珠的话 你以总热量控管的部分 你可能晚上的淀粉量就要变少 如果要喝首要饮记得尽量选择五糖茶类 也要避开冬瓜类配料多添加水果酱的茶类 否则一杯喝下肚糖分摄取过量 喝得再过瘾却反倒危害健康 在新闻这一天新铃铛事件看不到